你 枪枪三人熊 哎家藤来了 啊是是是 这个文道兄 哎这个文道现在还喝酒吗 不喝了 这是因为出家的这个不是出家 是因为学坐禅学佛要喝酒的话 你影响坐禅的状态 哦 家藤酒量怎么样 我既然还挺好的 就是可以跟东北的军人 军人可以拼一下 对 你能跟我们东北的解放军人 拼喝酒 对 等于那是沈安军区 唯一被被罪掉的 对 平时还好 但是这毕竟这个范子文化不一样 因为如果你要在中国会谋生 那不喝不行 没错 学会中国谋生 没错 我跟你说这个茶醉价 我就发现它有很多 这个好玩的事 你像那天就说一个 还有见过这自投罗网的 是广东清远 最近判了一个 判俩运 就是清远醉价第一人 这哥们你说这真是 这是自找的 什么意思 就是警察呀 在路上正在查醉价 是 他喝多了 他开车路过 他开车路过 他看见堵了路啊 他就把车停下下了车 他训斥警察 为什么把路挡了 为什么把路挡了 我都过不去了 警察一听他喷的门嘴 就是叫劲 说吹一针吹一针 他一看要吹 回到自己车里 锁上车门 摇上车窗 坐车里 哈哈哈哈 这玩意带着太可乐了 就醉到这程度 可是他们因为 比如说像大城市的话 东京那种地方 他基本上公共交通 是很主要的运输工具 日本人爱喝酒吗 像加藤这种 能跟我这一拼的人不少 他们爱喝酒 那么有时候下了班 大伙去喝酒 也都常喝醉 但是问题是 这些人不是开车吗 他们就搭公交搭电车 或什么 要赶不上最后一班车了 那干嘛呢 看日本电影也都很多吗 就找个爱情酒店住一宿 或者还是有人呢 有什么意思 一个人不能住吗 爱情酒店 那你喝醉了 你回不了家 又赶不上车了 那怎么办 这时候往往还得找人的 哈哈哈哈 所以说情人酒店 情人Love Hotel 对 情人酒店 但还有一种情况 他也经常请老婆过来 请老婆开车过来 因为这个我们日本人 还过日子还挺规划的 所以说今天晚上会喝 这个时候你不会 不会开车出行 跟老婆说 尽管有可能 要老婆来情人酒店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这夫妻这些小生活 我在香港住过一回情人酒店 干什么 为什么 也是因为跟同事们 这个喝酒吃饭太晚了 我回不去 回不去 然后就没有订酒店 你香港的酒店都有提前订 对对对对 对啊 我就只有满街乱找 后来我找这一家 我就进去了 还挺奇怪 还控制很多 我说有没有空房 有有有空房 后来我说我要住 哎 我说你这酒店怎么12个小时 哈哈哈哈 你还不知道他是干这个 我不知道他是干这个的吗 他就 他这12个小时够了 然后然后一开门进去就像水床 哈哈哈哈 我一个人住过一回 对对对对 哎 而且呢他们找来一段挺有意思啊 就中国警察一般就是文嘛 文 咱这美国警察啊是呃 呃 衡衡衡量你是不是喝多了 嗯 拉都能拉条线 让你走那个直线 走直线 你知道还有一哪个国家 我忘了 还有一个是做这个 做什么着 捏着耳朵 对对对对对 转几圈 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 他们在网上找来这个美国警察查这个罪嫁 那挺挺逗 你看看 来这也挺有趣的 我需要你到我 我可以帮我住 我可以把线 可以通过往着 那个线 我会把线 我可以 把线 好 我可以拿到你 喔 喔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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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车里只有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也好 你任何一个车只要有酒瓶是打开的 那就已经犯法了 但没办法 因为它是汽车社会 它整个社会人人都在开车 你必须这样 我还问问你们这些问题 你看你也是在美国生活过一些年 你在日本 就是日本人 而且你们对中国都很了解 到底哪个国家是爱喝酒的 比如咱知道咱没法行 咱没法跟俄罗斯比 对吗 但是比如说中国 美国 日本 就这个国民来说 到底哪个国家喝酒算猛的 我在猛的角度来看还是中国 但它是一个短时间内的 对 比如说日本人的话就是饭局先不太喝 你吃完饭换个地方 再喝 然后再换个地方再喝 木班车已经过了 然后喝到早上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就是说明 绝货驾驶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那虽然我我老爸有点出过问题 你爸出过什么问题 就是什么就是向便利店冲嘛 啊 对 他当时就开车冲便利店 就是后来罚了很多款 那你爸冲便利店 冲便利店 他还那种装糊涂 然后我我妈妈弟弟都被被被被 被叫过去嘛 然后就说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我爸爸已经不认得给比 刚才美国的哥们比那厉害多了 对对对 所以说日本有这种情况 就胡负无权 但这是例外 这绝对的例外 一般来讲 日本人还挺自律的 就说喝完 然后就说回家 或者喝到早上 这样的话没有问题嘛 那第二天继续上班 那日本人工作狂嘛 但不是 但是他会不会碰见 像中国这种情况 就是说出去的时候 没有预计要喝酒 但是是开着车出去的 这种情况在日本很少 所以说早上 我们我老爸的口头 今晚我会喝 对 所以说晚上你就是不用等我了 我住个亲人酒店了 或者说你 对对对 他爸都爱亲人酒店 对对对对 中国他有机不到的嘛 没错 对 所以这样子 但中国短时间的 所以开车回去 对 所以在在美国也是 美国喝酒是很普遍的事 对呀 他们平常下班啊 或什么甚至中午吃饭都会喝 喝酒是 但是问题是他那个喝酒喝的很日常化 嗯 他说吃饭一定喝点酒 下班聊天喝点酒 晚上怎么样喝点酒 对 但他不会拼 就他不不猛 对 他是天天喝 但不猛 那么所以好一点 第二呢 就像加藤讲的一样 他们如果真的要猛喝那种大喝一顿 他通常都是预知到的 对 哎 你看这就反映 咱们经常是临时 对 临时起性 还是寸子 寸子的文化 这个是日本没有 日本没有美国 这真是中国的 第一杯干 其他都是随意的 中国那东北那全都是寸酒的 是不是 对或者那种拿这个像什么哪地方 是河南还还什么 就一个小盘过来吧 三个小杯吧 对吧 就我一杯你三杯那种 对对对 或者我干了你随意 我干了你随意 制造面子上的 对面子 面子上的压力 对吧 而且你看中国人喝酒啊 最爱聊的我发现什么呢 你瞧不起我还是瞧不起我 没说 你喝一杯 你瞧不起 我怎么觉得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重视 你瞧得起 瞧不起我的一个民族啊 对 而且我常常不明白 为什么喝酒跟这个事是有关的 你说说 哎 就是会跟瞧不瞧得起人有关的 就是你要不跟我喝到醉倒啊 你是瞧不起我 我的尊严受到侮辱 或者成不了哥们 是 对 成不了哥们 那我所以我每次很尴尬 到地方政府呢 地方政府请我喝嘛 然后如果我不喝 哎 加藤先生 说你不尊重我 你到我的地盘 你还不尊重 你还是日本啊 你不尊重咱中国人 所以中国人的这个文化是很不过 很非国际化的 哎 有点就是自我为中心的这种 那我作为外国人 不得不指出这一点 哦 不得不指出这一点 受害很严重啊 受害 枪枪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因为他们会说这个美食专栏作家沈鸿飞说 一周一个饭局是正常人 一天一个饭局是大红人 一天三个饭局 焦鸡花 一天很多饭局 餐厅服务院 鸿飞其实也不太喝酒的 就我觉得很多美食家 反而喝酒上面 他会很节制 因为他知道 因为所以这你就看得出来了 喝酒这个东西啊 大部分喝酒喝得很凶 很猛的人 他对味觉其实不敏感 没错 到了最后 其实他连喝这个酒的味 他也不敏感 他基本上就是求醉 就像你刚才讲说 为什么大家不陪你醉 你就觉得你没面子 没尊严 我觉得可能有点像 对中国人喝醉酒来讲啊 可能有点像日本以前 现在可能这也淡 就像以前日本大家一起泡温泉 去风里去洗澡一样 对 就是你看洗澡吧 大家衣服都脱了 泡在池子里头 坦诚相见 那是最赤裸的一面 拿出来了 对 然后这就建立一个 很亲密的关系了 在中国人看来 酒后土真盐吧 就喝到最后都垮了 什么难看的像 大家都见着了 这是最真纯的一面 我如果 比如说一桌人 大家喝 就我们几个喝到最后难看了 你们都清清醒醒 你说这是哥们吗 没错 你说这一点 我有时候经常弄得我很窘 你知道吗 就有些个吧 比如说初次见面 他这个人 大概是很豪气 冲天很粗豪 对吧 我有时候弄不清 该怎么跟他说话 对 比如说他喝醉意味着什么 就是你得跟我一块出丑 对 所谓解放天性 你得跟我一块解放天性 可是老实讲咱们 甭说我不是这样的人 就算我是这样的人 咱们俩初次见面 对 我跟你也不熟 我经常碰见这个人 这个人在那喝酒 说我跟你说你别装 弄得我也很尴尬 你说你不要装 你装什么是吧 你就是说咱不都是人吗 我说是我没否认 咱都是人 但是我跟你客客气气 说话就不行 他好像觉得这不满足 他非得你要喝的 跟我一起去与他娘 他觉得他这不是咱们 我是看得起他了 还是说你们弄得我很尴尬 我说咱也不熟 就是来谈事的 你干嘛你要干嘛 这不是咱们都是人 这咱们都是动物 为什么把动物面表现出来 但是我觉得这还有一点 就是你说到这种要坦诚自我 这个真我到底有多真我是很怀疑的 其实恰恰我觉得很多人以为 酒后你的真实一面出来 可是我不认为 我认为一个人在酒后出来的那个面目 是个非常态的面目 对不对 正常的人的所谓的真我不一定是这样的 在日本我们讲 谈生意就是在酒宴上 就是找女人避世酒后 这是再说一遍 谈生意 是这样一次 谈生意就是酒后他可以说真话 我就是想跟你谈生意的 但日本人中国人都是爱面的 就是说人自己关系很复杂 有时候很打开那层伪装 好说真话 对 所以说谈生意就是酒后是好的 它是真诚的 但找女人不一样 就是找女人的时候 男人就是酒后往往说的是 就是说不是真话 而且说就是我要跪着什么找女人 我是有老婆还隐藏 那就是人不男人嘛 那喝完酒 那之后呢你变得很嗨嘛 很嗨了之后就是说你什么都忘记嘛 那这样的话他也会犯错误嘛 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 那个喝完酒后 就是说这男人不能相信 这么一个就是整个的把这个生意和女人 把两者比起来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什么是可信 什么是不可信 但是你知道这很有意思 这很有意思 我说有的不是全部 有的中国男人 他喝了酒才有找女人的勇气 你明白吗 这个人平常看着 我也会是 你是吧 他是酒壮英雄 还是酒壮色狼胆 对 他喝了酒 他才敢于跟女的搞点 类似于性骚扰的玩意 你还平常他还不敢 对 而且我就觉得 这个为什么我老说老是瞧得起 瞧不起 瞧我有时候觉得酒桌上碰见一些人 我怀疑 这个人是不是心里有着深深的自卑感 什么意思 是不是太自卑了 就比如说我最我经常碰见这样的人 弄得我就是说就很尴尬 因为什么呢 咱们的萍水相逢 这好好说话 他不他喝他让你喝酒 你要不喝 他不是觉得你瞧不起他吗 你瞧不起他 他就开始说了 他就开始说 说说你别装什么的 说谁的儿子 我都跟他喝过酒 某某个什么名人 或者领导人 甚至说成龙 我都跟他喝过 刘德华我也认识 是吧 刘德华他妹妹 刘德华有妹妹 我们怎么 怎么怎么 你放松一些 你放松一些 你不要跟我这样 哎 就弄得我狠 我就不爱跟他们吃饭 你知道吗 我说你这是个什么 那这是我觉得是不是自卑 就是怕人瞧不起他 还是什么 你说 这种心情我也有 有时候有 因为就是说 对 对 因为就是说你被被瞧不起 所以说必须得喝 我不想喝 那就是非得要喝 那这种文化在日本是没有的 可能就是中国在这点上 就是说更从一个面子 你瞧不起 瞧不起 我认识谁 就是有时候光本位 就是说我认什么人 我认什么名人 现在就追心追风 这种情况下 那就变成就是说 炫耀自己 对 或者被或者被炫耀的这么一个关系 只有文化变得越来越复杂 复杂 它影响价实的 这个里头还有一种文化 在前一阵 我看手机短新闻上 有一个说有个英文词 叫什么 name dropping 我能不能 name dropping 这是丢名字 这意思就是说 对对对 拽人名 拽人名 哎 你说梁文道 他谁都是 他跟谁都不是外人 啊 文道 我就我就 我们就昨天刚在一块吃饭 啊谁谁谁怎么什么 我们一起打打打打打打过球 等等等等 你在酒桌上竟碰见这样的人 但是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状况 还有一点 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来来来来来 来写跟你说谁跟我很熟 他也跟我喝过 嗯 这就表示他跟很多人都掏心掏肺过 嗯 呃 所以他这个人是很值得信任的 嗯 他这个人是很有办法的 你也跟他掏心掏肺 这么醉一回的话 那你也是跟他有是哥们的话 那他也会对你很好的 你会你看他这么多人跟他熟 所以也对你有好处的 这个东西啊 要从好的方面去理解啊 咱可以想想这个水浒传 感觉说是不是中华民族 嗯 过去有这么一种叫性情中人的传统 嗯 那萍水相逢不认识的人 嗯 咱们怎么能把性情给显出来呢 酒精也许可以让我们嗯 性情大暴露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真的我们取得一种很嗨的 很干嘛的 这个很共鸣啊 就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这个这个距离 这有一种可能 但是你往坏的地方看啊 对 哎 你说 坏的你说 对 从坏的方面来看呢 就是说那造成很多的问题 那就是说你非得要喝酒 那从一个国际友人的角度来看啊 我们是很难适应这种文化的 就是一很复杂 二我们喝到什么程度要不要干 然后你干的时候又得怎么又得敬酒乱七八糟的 这样的话会涉及到人籍关系 哎 昨天那么好 但我们非酒的这个场合呢 哎 又不知道怎么跟他拉近关系 嗯 那这样的话就说人籍关系职场文化 包括就整个的一个交往的过程中 那我是很尴尬 就是不知道现在真的太太复杂的围绕这个酒精 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像这几年我基本不喝酒 嗯 我也会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 你根本不喝 我根本不喝啊那很多人也会说哎 来来来来我们先来大家进一轮吧 梁先生怎么样 然后我就说非常抱歉扫大爱心 我是不喝酒的哎怎么不喝呢 然后我这次就会说 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或什么 我什么那你通常这么讲 几个原因宗教信仰身体原因 大家还真不劝你 嗯但是呢 这么做会不会使得这个人际关系破坏掉呢 有有吗 我觉得反而不会 我觉得是怎么样 你是划线 在划线就说我们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来建立我们关系 而这个方法是一种非传统中国式的方法 传统中国式方法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互相给了面子了 坦承相对了 久后真言了 这是哥们了 我不太喜欢跟人做这种哥们 我们就干脆是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 比如说你请我来演讲我们现在要谈个什么事儿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的关系就这么清楚 就局限我们不要再超越这条线 那有的是很要好的朋友 那我们就多谈一些什么别的事情 我我觉得不喝酒 在酒桌上拒绝喝酒 其实你是某种表态 这个表态不一定是不给面子 但是这会逼你要用别的方法建立一种有界限的关系出来 其实我觉得中国也在变化 我也觉得 对吧 有一些人开始懂得互相尊重了 对吧 其实呢 我有的时候我也不是说不想喝 但是呢 你不敢开始 那么因为他就他不尊重你个人意愿 对 你本来喝一点点挺好 就像我那天看那个蔡兰先生一个微博 他说你一个喝酒 喝到呕吐 那个玩意就比较低级 对吧 说你喝到微醺 快乐的灵魂飞起来 这个是能享受喝酒的乐趣 当然你是宗教理由了 但是我现在也感谢党和政府给了我一个更好的理由 所以就是我开车呢 哈哈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加藤问题不大 你有个很好的护身符 对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都很尊重国际友人 没错 嗯 但我之前就是说呢 上一次回日本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要跟一个哥们要谈非常重要的问题 后来呢 我带着这个中国的文化 哎 咱们喝喝喝一喝 是吧 然后他说他后来他我我丢了这个朋友 我丢了这个朋友 因为我不要跟只只在喝酒的情况下 才说真话的人 哦 你那个日本朋友 日本朋友对我说 哎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他就是你这是太中国了 那就我我带着这种中国的酒文化 反而被人拒绝了 就只在喝酒的 他说他不要交一个只在喝酒的时候才说真话 是真话的 那后来我丢了珍贵的朋友 对 所以说还是就是说有办法 就是说还是换个方式 没错 因为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外国人啊 对 你你其实有个很好的护身符 而且我觉得呢 有时候你在中国各地这么跑啊 你也不要跟他们混得太哥们 对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大家这么喝醉的时候 他真把你当哥们的时候 你有时候很多人情的牵挂 或怎么样啊 你你你真的要说话或做事啊 会会很多的牵绊 没错 我对文道姐很有感受 我有一句肺腑之言啊 当然也可能是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封闭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人情啊 淡一点比浓一点好 咱也不是君子 但是之交淡如水啊 实际好 对 弄了半天 因为你太热了呀 一凉啊 这玩意就寒凉了 其实是非常难堪 你就就不好了 反而搞坏了 你大家先预设咱没那么近呢 稍微有点温暖 就觉得很暖 真的 甚至于包括我跟你说一家人之间 你搞的那么样的这个这个 一个腻腻歪歪生巴撕扯 你最后发现往往都是悲剧 对 而且你以为很多人是抱着实用主义 说酒桌上我给他拼一回 我们俩就哥们了 今天这社会人情保有纸啊 对啊 你真有事求他的时候 你不付出 人家一般情况下 没什么 那加上你回头看看 以前我们 孔子就讲过吗 君子之交淡如水 下一句是什么 很多的话 这小人之交甜如蜜啊 哎 真的是 你很多时候最后闹了纷争啊 你想想看 嗯 不是因为你们疏远 是因为你们靠得太近了 对 是不是 日本人喜欢这个 对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交往还是正常一点 就是说保持适当的距离 我们说保持距离感嘛 对 就是说不要就是不要一到二 也不要走那么近 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哎 保持距离感 其实就包含着一个 对个人意愿的尊重 对对吧 您喝不喝酒 咱最好就是这个宾主尽欢 大家都高兴 对 这样呢 也放松了 对 我也可以真喝了 对 但问题是中不太大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到一个地方成什么县 成那不行 对对对 那这个还能过来 在这里 为了了解中不